当地时间24号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和他挑选的首批内阁人选 以及部分外交国家安全团队的核心成员 亮相新闻发布会 拜登表示新一届政府公职人员 将携手重塑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 当天拜登和其挑选的内阁 外交和国家安全团队核心成员亮相 拜登逐一向媒体介绍了成员身份 其中绝大多数是奥巴马执政时期任用的官员 且不乏少数族裔和女性成员 拜登宣布提名其长期顾问 安东尼·布林肯担任国务卿 古巴裔律师亚利杭德罗·马约卡斯 担任国土安全部长 曾任中情局副局长的埃夫利尔·海恩斯 任国家情报总监 非洲裔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 成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杰克·沙利文担任国家安全顾问 前国务卿约翰·克里 任总统气候变化特使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 这反映出拜登寻求组建一支多元化的团队 成员不仅精通公共政策 还拥有丰富的政府工作经验 除以上成员外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4号报道 拜登还拟提名前国防部副部长 弗鲁努瓦出任国防部长 如确定出任 弗鲁努瓦将成为美国首位女性防长 此外还有美媒报道称 拜登计划提名前美联储主席耶伦 出任财长一职 若提名获得确认 她将成为担任这一内阁职位的首位女性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 鉴于美国参议院控制权的归属仍存悬念 拜登与身后的民主党人 可能还有一场至关重要的内阁提名战要打 有美国媒体报道称 拜登已经开始组建一个团队 来应对他在参议院的提名确认战 美国总务管理局局长 埃米丽莫菲23号通知前副总统拜登及其团队 特朗普政府已做好准备 正式开始政权过渡进程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证实这一消息 同时表示将继续为挑战选举结果而战斗 对此多名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表示 特朗普是时候开始向拜登团队过渡了 希望特朗普把国家放在首位 推进迅速有序过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